今天早上一看上期视频点赞 你还别说 在座的各位还都可以 上期视频的点赞又够了 那么我也就废话不多说了 本期视频点赞超过3555 我们立马更新 下一期好吧 目前我的CV等级是练区初级 开完了零尸带和腰带盒以后 我也没有闲着 我就想着来到下界以后 我们继续刷一下分裂怪 一呢是看一下练区器了 真元的这个增长情况 二呢我要看一下下界 有没有5级的妖兽 如果这真元长得慢的话 这个方法可能我们就要pass掉了 那么说起来刷分裂怪 上期视频我说这把剑的打击感 并不是特别好 有粉丝又说了 你这把雷尽木剑属于是一个普通品质 而你的青红剑 这超罕见品质 那能一样吗 不得不说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怪不得我这把雷尽木剑 拿在手中这么便利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回头有时间 我必须再给他合成一把 现在咱们说一下5级妖兽 目前我这个势力 打个5级妖兽应该不成问题吧 我也是看到有粉丝说 让我做一把零食拔刀剑 说实话 做把零食拔刀剑并不太容易 在我之前的直播村呢 我做过一把5级零食拔刀剑 真的 我说句实话 伤害并不怎么样 那既然有粉丝提出了 要做一把零食拔刀剑 我得准备做一把6级零食拔刀剑 一把6级零食拔刀剑 大概需要7000个6级零食 我说的是大概 实际制作下来肯定要比这个多 你说这7000个零食 我去挖 不太可能吧 我就是在直播前待12个小时 我也不一定能挖够7000个零食 何况还是6级零食 所以兄弟们 注意我的这个任务 来的最后一个格 这次呢 我也是把这个刷本龙的吊杆 又拿了出来 那么今天的第二个任务就是 收集妖兽碎片 5级妖兽没看到 但是我看到一个4级妖兽 回家制作一个妖兽的刷本龙 打妖兽掉妖丹 一个妖丹可以换到4个通等级的零食 好像也只有这种方法 才能实现我6级零食拔刀剑的梦想 那目前我这个CV等级呢 真的就是非常尴尬 5级妖兽没有 6级妖兽看不到 7级的吃怨恶 我又打不过 我好像也就只能打一个吃眼熊了 实在不行就吃眼熊吧 刷4级妖兽也可以嘛 那么这个4级的吃眼熊 你也不要以为很好找 要想凑够16个吃眼熊的碎片 你还对说真挺不容易 兄弟们注意看啊 你们看我打吃眼熊这个伤害 目前我还是拿着刷本龙的钓鱼杆打的 你们觉得我现在要对付一个 5级6级的妖兽 能打得过吗 我觉得打5级的没问题 打6级的还真有点悬 然而就在这时 兄弟们看 我多少有点不可思议 9级妖兽 麒麟对战 7级妖兽吃怨恶 麒麟居然不是吃怨恶的对手 此时此刻我顾不上多想 咱就说兄弟们 7级的人头 我必须得给他收了耶 怎么说 我这老六可以吧 之前我不是没有尝试过啊 我尝试用我的加特林 打这个7级妖兽 我就这么说吧 吃怨恶如果掉一滴血 都算我输好吧 但是这样的话 我就更纳闷了 为什么一个7级的妖兽 可以打败一个9级的妖兽呢 而且我还用加特林 打败了9级妖兽 拿到了人头 准确来说是抢人头 谁能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兄弟们 我多多少少有点糊涂了 这多了物呢 我大概瞅了一眼 好像没有妖丹 但是好像有9级的兽皮 带我来个斩转腾挪 把这个7级的吃怨恶 给他够引一波 确实没有掉落9级妖丹 两张9级兽皮 一个造化之气 造化之气呢 是用来练功法用的 那么这镜头一转杂就说 我这是运气好呢 还是运气好呢 还是运气好呢 兄弟们 若不是收集这个吃剑熊的碎片 说实话这个地狱 我都懒得探索 那么今天我这随便 就转好这么一转 就碰到了两只9级妖兽 麒麟 而且我拿一把加特林 就可以对付他 当时的我也没有什么想法 我就想着既然加特林 可以对付他 那我们就拿下他 干掉七零 可以掉落一个9级妖丹 这岂不是 兄弟们 还有比这得到9级妖丹 更容易的事吗 我想除此之外 好像真没有了吧 干掉主任 我们继续拿加特林 崩狂扫射 诶 死了 这叫什么事啊 打个麒麟 还掉岩浆里去了 我倒不是心疼这只麒麟啊 我是心疼 我的9级妖丹啊 小女们 妖丹就在眼前 我居然让他飞了 行了 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啊 我的这个 赤燕熊的碎片 我也收集齐了 既然我与麒麟无缘 我也不能落井下石啊 他喜欢在眼镜里待着 就在眼镜里待着吧 我先回趟家 把背包整理一下 整理完背包以后 我就来到桃姆林 我这把雷迹木剑 确实用的不太习惯 用过了非常罕见的品 再用普通品质 我真的是不太舒服 所以我准备 再合成一把 那么趁着这个合成的奸细 四个被铜化的肉 加一个石钟 摆成这个胸样子 就可以合成一个肮脏的石钟 拿在手中 右键一下 现在注意了 注意这个2 这就是寄生虫演变的一个等级 寄生虫的最高等级是8级 怪不得现在不能惩罢主世界 原来是寄生虫的演变等级 太低了 放下肮脏的石钟 拿出我们的踩血刀 没事的时候 我总喜欢插自己两刀 你们就说我这个人很不很嘛 很那是肯定的 所以现在看视频 还没点关注的 赶紧给我点个关注 否则的话 你知道是吧 来吧 看完了以后 看一下咱们的累积木剑 我不是跟非常罕见没有缘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合成配方 它确实是有一点点问题 两次合成累积木剑 全都是普通品质 好吧 我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然后现在我们再给高级附魔台 做一个学学的改变 也是粉丝告诉我的 高级附魔台底下三层层的地方 摆上钻纸块 我们就可以搞到经验修补 试一下 不知道它这个363是个正方体 还是说只是这样 哦 兄弟们 看来这样就OK了 并不需要摆成正方体 怎么说 经验修补 这不就来了吗 省得我每次打完架 回家还得修复装备 这有了经验修补 装备和武器 各给它整一套 不得不说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好 咱们一次性啊 搞了很多小发明 现在呢 我再次来到地牢 再挖点刷碗笼 接下来我正要干一件 阴天地 气鬼神的大事情 既然我们的加特林 可以打得过麒麟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 不去收集一点 麒麟的碎片 干掉16只麒麟 得到16个碎片 做一个9级妖兽 麒麟的刷怪塔 兄弟们 这个生存完结了 撒花吧 听到这里不会有粉丝 说我在想屁吃吧 麒麟啊 它本不是一个反物 找起来呢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一切 都是对你们而言 对我而言 找麒麟 那就是撒撒碎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本来是想来地牢 挖个刷怪龙 稀里糊涂还干掉了 一只寄生柱 现在我们 大道回府 回家制作 刷怪龙 钓鱼干 去下界 打麒麟 说起这个麒麟 我就想问一下兄弟们 有没有人给我普及一下 9级妖兽麒麟的 下界的刷新概率是多少 今天一来 我怎么觉得真是不好找 我都找了半天了 我都没找到 本来我的目标 是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收集到16个麒麟的碎片 现在一看的话 我估计10个小时也够呛 但是呢 我也并不是一只都没有找到 毕竟我的脸你们都知道 小白脸嘛 根本就不寸在脸黑不脸黑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我真的小心了 可千万不能再把这只麒麟 打入岩浆了 我们还是先拿出 加特林把这只麒麟 打成残血 这家伙的血缺 实在是太长了 以至于开车的时候 我到底打到他哪个部位 我都不知道 所以说打两下 停两下 当然了 我也是怕一下揉不住啊 直接把这个麒麟打死 那可就亏大了 我去兄弟们 这一颗心 真的兄弟们 手再抖一下 这麒麟就over了 来 现在拿出咱们的刷馆中钓鱼干 其实我内心还是很忐忑的啊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真正对付过九级妖兽 生怕他一提的把我给拍死 就这 我的天哪兄弟们 这麒麟也不过如此嘛 那么这麒麟我们是拿下了 碎片我们也得到了 九级的妖皮 我们也得到了 造化之气也得到了 为啥就没有九级妖丹呢 难道这个麒麟 不钓腰丹 不可能 肯定不可能 既然是妖兽 肯定就会钓腰丹 啥也别说了 我们再去找一只再看看 我就不相信他不钓腰丹 但是再找一只的话 可能时间来不及了 就我目前这个修为 练区出街 接下来该怎么发育 该干啥 我希望有好的方法 兄弟们的评论区啊 可以给我打出来 在这里呢 提前感谢大家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 不见不散